印著中瓜湖一個scope的變數名稱 然後new後面的話呢就這樣印著3 表示說呢這個陣列可以放三個資料 那從0開始所以012 沒有到3喔 012所以有三個OK 這是示範長度 那我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在我們的範例裡面 會有一個 這個第哪一個範例 在範例的是三至二十六位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比如說我今天要輸出三位同學好了 那我要宣告的話 就可以用street 中國阿湖一個student 後面直接指定 不過這個是第2種方式我們先來看第1種方式好了 這裡的話請各位看一下我先把程式 等一下請各位也新增一個範例這個範例名稱叫做 in 這個什麼 in value 的一個 這一個 這個這個名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宣告的方式 這邊改一下 前面的話呢是一個什麼 他的 資料形態 有沒有 然後後面加上一個中關 表示他是一個陣列 也就是這個street呢 他是一個陣列 那陣列的 宣告完之後呢你要切割成幾個部分 後面的話呢 你就給他一個什麼 new的關鍵字 然後再加上把他怎麼樣 切割成三個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本來是這樣的 請你把他切割成三個 那裡面分別 從0開始 所以第1個是0 第2個是1 第2個是012 這樣子 所以呢 就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應該可以理解吧 然後呢就把陳大空 放到第1個來 來 什麼王三秒 放第2個 然後這個0 放第3個 第3個 類似像這樣子 一個一個放 那其實特別注意喔 上面的這種表達 表示有沒有 其實就等同 下面這一個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你會想說那 那為什麼 這個這個那如果像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要精簡的話 其實用這樣子就可以表示 因為他不用new 直接怎麼樣呢 宣告完直接放 因為有3個 直接就不用new3個 反正他知道有3個 就切3個就對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但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邊喔 假如說呢 假如是2的話 那你後面如果放3個會怎麼樣 就會bug 就跳出來了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這樣子 我怕會有錯 我給他10個 可不可以 比如說我不知道有幾個學生啊 可能最多有10個嘛 對不對 那我給他宣告10個 我可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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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